击打西蒙主席马夫兹 催促击打大臣沙努西 偿还诽谤赔偿金 否则告对方破产 沙努西今天反击 说钱早在上个星期 已经交给律师 他还连串击讽马夫兹 特意炒作课题 只为宣传自己 谁红就蹭谁的热度 对方法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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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沙努西今天出席活动后重申 赔偿金已经交给律师 双方律师还要鉴定 延后偿还的费用 赔偿百分比等等 所以一切当然都需要时间计算 他还讽刺地说 自己可不想像马夫兹那样 插手律师的工作 上诉庭之前指示沙努西 向时任波克希娜区国会议员马夫兹 赔偿12万令吉 导火线市沙努西 把波克希娜开设投注站课题 和马夫兹挂钩 宝珍 妮小似七 感谢观看